下面经文是妙果 受众戒斗往生其果 这句是经文 经文字字句句释迦牟尼佛讲的 下年居老居士会集这部经 我们最感激的就是 他这部经里头每个字每一句都有出处 不是随便写的 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经文 没有移动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 可言老和尚捧在手上和他拍照 太难得了 主解讲 故云受众皆当往生其果 这就包括一年一次或者一生 这种的父亲他一生从来不念佛 也不承认 临终前一个小时 相信 儿子问他相信 儿子带他念佛 一个小时 真的通通往生极乐世界 和这句经文做证明 这种是属于第三类正恩的行人 他的功德 他的功德 比前面两种 遥叉 比不上前面两种 这种是最后一种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行菩萨道 诸往生者 佳当阿维悦志 你看这里说出来了 佳句 禁食三十二相 佳当作佛 欲于何方佛国作佛 从心所愿 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佑 会当得志 不失其所愿也 这几句是 释迦牟尼法说的 我们要相信 句句是真话 句句是实在的话 佛讲的 佛讲的话真话 我们就称它为经 有人问我 经书里头有无遭破 现代人说去其遭破 去其遭破 取其精华 取其精华 我们可以 这样回答它 真是经 无遭破 为什么 从真如智性里头 流出来的 怎么会有遭破 怎么会有遭破 从菩萨口里头流出来的 从菩萨口里头流出来的 或者有 你如果说有 你如果说有我不相信 你如果说有我不相信 菩萨大切大悟 明心见性 好似 好像威能大师那种人 那种人 他怎么会有遭破 他怎么会有遭破 祭破 从哪里出来的 妄心里头出来的 真心里头没有 所以佛同大菩萨说 我们深信不疑 依教奉行 这种人有大福报 遇到他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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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相信 功德大了 为什么 他就可能帮你在这一生 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祈樂世界就是成法 稀有難得 世界什麼事是大事 成法是頭等大事 不知不行 我們現在也遇到 稀有難得的緣分 讓我們認真努力 將傳統文化 拘捕一批學生 繼承傳統文化 做傳統文化的老師 發這個緣 一生就專門教傳統文化 我們選了兩套教科書 第一套 唐太宗限令篇的《群書字要》 第二套是文國初年 一些學者編輯的《國學字要》 我們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希望有批學生 一生專讀這兩套書 專講這兩套書 將這兩套書講清楚 講透徹 翻譯成白話文 再從白話文 翻譯出外國文字 全世界每個國家文字 通通翻 一般 利益全世界的眾生 讓全世界人民 都能享受到 中國傳統文化的利益 好事 我們自己要 翻譯完一生 就當小學教員 就當中學教員 幫助下一代 做紮根教育 你一生 將你應該享受的 功名富貴通通放下 我們就做這件事情 做得非常歡喜 真正是 將再講的 為天地立心 為生文立命 為往性計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我們做這個工作 這個完好難得 稀有難逢 我們希望能有 三十到五十個 發菩提心的菩薩 菩薩事業 這種不是普通事業 從事於教學 能將這兩套書讀通 讀明白 整個四枠 你都沒有困難了 四枠傳書到任何一部書 你都能讀 能理解 所以 畢業之後 我希望那些人 永遠能 住在一齊 生活在一齊 學習在一齊 做下一個大事 下一件大事 是甚麼 唐太宗的群書字要 只做了一半 他從三王五帝到前面 進代 二千五百年 後面 徐 唐 宋 原 明清 這六朝 群書字要道母 有好夜 這六朝 亦出了不少聖言 用佛法的眼光去看 真的有聖言出現 就是有無私自通的 希望他們 能將自己一生 時間 用於 編輯 群書字要的 逐篇 逐篇 也是五十卷 五十萬字 將來 正逐兩篇 就是四副傳書的精華 後人 只要讀 這一百卷書 就等於 將四副傳說 通通讀到 這種功德 無量無變 這樣人生 有意義 有價值 我年紀大了 無辦法 參加工作 我願意做護法 我從旁協助 幫助各位 修學 開誤 辦學 教學 美國 戰術 編輯 既 要的 一人 進行 到 後人 個 天 到 這個 我剛才講的都是行菩薩道 不是菩薩他不肯做 表諸往生者皆是大乘也 大乘心菩薩心腸 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要 他確確實實能帶給我們個人 每個人 無論你是哪個國家哪個族群 你信任什麼宗教都無所謂 幫助你個人一生過得幸福快樂 你要不要 這種幸福快樂是真的不是假的 跟地位財富無關係 你看古人讀書時時提到的 孔顏知樂 孔顏是聖人 是佛菩薩之樂 天人神仙比不上 佛菩薩之樂 德個人一生幸福快樂 孔子孔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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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和萬慈慶 帶給你家庭興旺 帶給你事業成功 帶給社會安定 帶給世界和平 群書自要有這種功能 各各實實可以幫你做到 現在外國人學習那本書越來越多了 我們現前有八種翻譯版本 在西方有英語本 有泛文本 有德文本 有西班牙文 有俄羅斯文 在東方有日文 有韓文 有馬來文 我們希望將來 全世界有好多種文字 通通翻成他們的書 讓每個人都能讀到 我們時遲聽到有人說 二十一世紀 是中國人的世紀 這句話 外國人聽到 他恐懼 為何 以前欺負中國人 現在中國人 怕報仇 我遇到一些外國朋友 我將這本書送給他 群書自要 我跟他說 我亦相信 中國會強大起來 但是 中國統一世界 不是政治 不是軍事 不是武力 不是科學技術 也不是財富貿易 共商貿易 不是這些 是什麼 就這本書 你回去好好看看 你贊不贊成 中國統一全世界 是文化統一 是以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 希望大家一齊學 我們建立共識 我們有同樣的價值觀 同樣的愛好和平 是這樣的統一 甚至 在真正落實之後 我們相信 全世界 不是一個地區 兒童都有讀書的機會 沒有一個兒童失學的 除非他自己不肯讀書 肯讀書的 都有學校 都有老師教 學生上學 從小學到讀書 讀完博士班 不用交學費 不用交生活費 費用從哪裡來的 國家給的 國家最重要的開笑 要培養下一代 第二件大事 醫療 醫療 有病 醫院是國家的 醫生是國家的 醫病 不用付錢 國家負擔 第三個 讓牢 這三件事 都是國家 來承擔的 好啊 國家這些費用從哪裡來的 世界和平不打仗了 軍費省下來 就能將這三件事做好 每個國家的帶頭 向大家宣布 我們國家不要軍隊 我們國家不發展武器 世界就和平了 能不能做到能做到 憑什麼憑群書自要 我相信 這個願望 是每個人 共同的願望 行菩薩道 我說的這些都是 行菩薩道 我們希望 將來 每個宗教都要 行菩薩道 宗教要做出貢獻 宗教教育 內容 有倫理的教育 有道德的教育 有因果的教育 有聖言的教育 所以宗教很重要 宗教要團結 宗教要回歸教育 宗教要互相學習 宗教要手聯手 為化解衝突 促進世界和平而努力 這個宗教就有意義 就有價值了 以下 明 上述 上面講的 宣明 上面講的 恩恆之果 我們做的事情是菩薩事業 但是 妨不妨礙我們往生 不妨礙 因為我們做這件事情 對這個世界是一無所求 沒有擺在心裡 擺在心裡是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將來往生到極樂世界 我相信 阿彌陀佛 在那裏會開 歡迎大會 這麼多好人 這麼多善人去往生 這是我們在這一生 要努力爭取的 我們可以做得到 因須遷擦其果一味 大聖行人 壽終生彼 釋佳燈阿彌如智 就這句話 阿彌如智是泛語 意思是圓滿 正德三種吾退 圓滿正德三種吾退 是誰 是佛下面的等覺菩薩 他叫阿彌月智 即是說 記錄世界 我們每個人往生的 原心 功行不同 生到極樂世界 肯定 有四套 三背九品的差別 好像讀書那樣 按照你的程度 去到那邊插班 最低班級是一年級 完全從頭學起 好啊 我都願意 阿彌陀佛做老師 從基礎 就接受阿彌陀佛教育 多麼難得呢 我覺得比撒班去還要紮實 因為我們經驗中 有紮根教育 根越厚 越堅固 經得起 風吹雨打 經得起 磨爛折磨 它不會動搖 它不會改變 它會成功 阿彌陀佛智 就大是難得了 定 色界 紫金色身 都記錄世界 不是肉身 肉身很麻煩 這個肉身是物質 需要飲食 還要穿衣 保暖 還要房屋 遮風避雨 這個身上 千差萬別 到紀錄世界 完全相同一樣的 平等的 隨心所欲 隨心所欲 真平等 隨心所欲 身體 是紫金色身 我們無法想像 我們無法想像 紀錄世界的七寶 金銀 鎮住馬路那些東西 我們稱之為七寶 有 極樂世界有 但是極樂世界的七寶 和我們這裡的物質不同 我們這裡的物質 七寶 仍然是生滅法 極樂世界的七寶 不生不滅 身體 紫磨 金色身 蘇婆世界眾生 認為這種是最好的相 經上講的 多數是古印度 古印度人認為是最好的 佛在這裡都用這種語氣 東方人和西方人不同 對審美觀念也不同 是東方會現東方人 自己認為最美好的 那些字句是生的 都不是死的 你自己 想什麼 它就變現什麼 換句話說 真正做到 心想事成 德大慈在 我想生金色 它就是金色的 想紅色它就變紅色的 想黃色它就變黃色的 想黃色它就變黃色的 隨心所欲 那種是難得 具足三十二種大丈夫相 印度人也相信 貴人有富貴相 貧賤有貧賤有貧賤的相 人的相貌不同 那紀錄世界呢 紀錄世界相貌一樣 通通都是古印度人說的 三十二種好相 大丈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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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是印度人的說法 釋迦牟尼法 在《觀無量》 《壽經》裡跟我們說 不是這種說法 那部經不是對普通人說的 是對偉提希夫人 阿蛇王子的母親 是對她說的 和我們說 阿彌陀佛 身有無量相 相有無量好 相好光明 我們無辦法想像 我們只能含糊農統說過 盡善盡美 而且她的尾善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甚至我們見到說不出來 以前未見過 亦未聽過 身有無量相 相有無量好 口裏面放無量光 光裏面現十方諸佛世界 活動的狀況都在光中顯現 所以理想親近邊尊佛不難 一動念頭 人已經到了 已經和佛見面 供佛 修復 聽經文法 增長智慧 到紀錄世界 到紀錄世界 修復修為 是很短時間 就圓滿了 因為她有能力 化身 無量無變 每個化身 去親近一尊佛 到一個佛國土 佛國土無量無變 我們的分身無量無變 去那邊供佛聽經文法 所以 智慧很快就延足了 全都顯示出來了 我們這個世界 就算是大切大悟的人 明心見性的人 它無緣 它自衛引不起來 圓一到 它就起來了 比如說 經典 我們看不懂 我們讀給它聽 它講給我們聽 我們讀給它聽是圓 或者我們把那本書 拿給它看 這種意思是圓 它無一樣不明白 沒有一樣不通達 所以我們要相信 智慧是自性本有的 不是外頭來的 外面來的是科學技術 自己有沒有有 每樣樣都有 妙極了 所以教學的目的是什麼開悟 目的幫助學生開悟 開悟它就成佛 就成菩薩 當然 第一個條件 它要是 菩薩總聖 善達 不是菩薩總聖的人 就難了 菩薩總聖就是學大成者 它行菩薩道 所以很快 不但身色如法 且皆當作佛也 這種語氣多肯定 無一絲毫懷疑 不但我們的身體色上 就是上好光明 佛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榜樣 人人的上貌身體 都跟阿彌陀佛一樣 不需要飲食 好啊 這個身體長生不老 那裏 那裏 沒有東南西方 沒有 昨天 今天 明天 沒有 一切 就在當下 永遠在當下 妙極良 諸往生者 願於何方作佛 目不除其心願 而得成就 故魂從心所願也 你想去哪裏就去哪裏 想去地球 來做什麼 來做佛 來做什麼 來做佛 好像釋迦牟尼佛一樣 來做佛的 願意在什麼地方做佛 莫不除其心願 而得成就 所以從心所願 至於成法之期 幾時成法 則除行人之精進早晚而易 那裏就看你自己在紀錄世界修行功夫 你很精進 時間提早 未能勇猛精進 悠閒自在 那裏就遲些成就 好在紀錄世界早晚一遇 好在紀錄世界早晚一遇 沒有差別的 早日精進早日成佛 故魂求道不佑 會當得志不失其所願也 這句經文說 求道之心 正盡不佑 他不肯休息 皆當成佛 個個都成佛 缺無為失 違背失去其成佛之本源 沒有這種可能 真難得 我們再看最後一課 二利無盡 諸佛共贊 二 是從你上講 你 是從事上講 無論是事是你 都是圓滿的 無盡就是圓滿 不是小份 不是多份 究竟圓滿 所以諸佛共贊 我們看經文 恩能 以此易利故 無量無數不可施以 無有等等 無邊世界 諸佛如來 皆共稱讚 無量受罰所有共達 我們看這段註解 我們看這段註解 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叫住暗蘭 凡是叫住名 下面一定有很重要的話要講 大家一定提起精神 好好地聽 故故從夫當機 暗蘭之名 而告之若 同他講 同他講 就是同大眾講 以此 二利故 此處利有異議 一者 一者 堅利 如 金剛 可壞一切 而不為一切所壞 這裏是從比喻上講 物質現象裏頭 最堅硬的是金剛 我們講金剛鑽 將金剛鑽磨到鋒利 可以切割 一切金屬 金銀和鐵石 它都可以把它切碎 所以它可以 懷一切 而不會被一切所懷 就是金剛鑽有此好處 第二句意思是尼益 這句是說法 因此法門 就是佛講的一切法 八萬四千法門 無量法門 在無量法門裡頭 哪個法門最真實 如今宗浙江一樣,就是慈名念法往生懲討這個法門,能為與一切眾生真實戰利,真實就是究竟成法。 極為往生懲悶之義理,舉體是金剛智慧,孤魂利也。 這個利是這樣的意思,是用這個利來比喻,你所成就的金剛智慧。 那種智慧,能通達一切法,同無兩番門,不產生障礙,所以叫建利。 同時又是大慈悲之流言。 為什麼?普世眾生真實究竟之利。 這個利就是利益。這種利益太大了。 佛是這樣的。每個往生的人,到紀樂世界成法,和阿彌陀佛一樣。 大德、大智、大行、大願。 普道、片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生。 佛在此做,從來沒有停止過,從來沒有休息過。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眾生迷得太深,迷得太久。 這個緣,緣分愈黎愈淡化了。 宣傳的人少。 講經的人少。 真正修的人少。 為什麼?這些是正法。 它是真的。 大家不知道。 如果不是釋迦茂尼佛 和我們講,我們怎麼會知道? 這個地球上沒有人講。 佛和我們講, 講得很清楚、很明白。 特別是這部《無量壽經》。 特別是這部《無量壽經》。 它是。 世日記。 旺生祈樂世界的。 介紹的經本。 基督律世界的算名書 無比的醫政莊嚴 誓傳和我們講明白 講頭前來 我們這個時代 眾生的福報 雖然是生在動亂的社會之中 福報很大 這句話怎麼說 你能遇到這部經典 就是你的大福報 為什麼 這本書 是二戰之後會集的 先留痛 二戰期間 那些佛門弟子 就沒有緣分見到 我們見到了 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 不得了 祂是佛再來 菩薩做不出來 用八十三種經論 一百一十種祖師大德的 著作 來著解這部經 一共 一百九十三種 資料 資料這麼多 著解這部經 正知正見 它的註解 沒有一句話 是沒有根據的 是自己隨便說的 自己說人家不相信 通通都有根據 這些書 是我們幸運 能遇到的 而且我們還遇到 凱然老和尚 替我們做證明 這樣難得了 那個老人 大前年往生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一月往生 二十歲出嫁 師父就教他一句 南無阿彌陀佛 祝福他一直念下去 明白了 不要亂講 不講得 他這句佛號 念了九十二年 我們相信 他去過極樂世界 不止一次 往生傳道 我們初祖慧遠大師 一生 見過三次 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從來沒有跟人講 第四次見到的時候 佛黎接引他往生 他才講出來 可賢老和尚 師父跟他講的話 畫裡頭有畫 就是最後那句交代 明白了 什麼叫明白了 大字大悟 明白了 不要亂講 不講得 他如果能講的話 和慧能大師一樣 不講得 環境不同 慧能大師 在唐朝 佛法最盛的時代 是 傳了衣撥 還要去獵人 堆道陀 躲 躲了十五年 才出來 為何 窒道障礙 不是人家窒道 同行 同道 可賢老和尚當時 說出來 這還得了嗎 沒有人相信 說他 互造謠言 找他麻煩 所以師父說 不要講 他 他 什麼時候 大切大悟 我估計 應該在四十歲 左右 二十五歲 應該得功夫成片 就是等於阿羅漢的境界 三十歲 是一心不亂 等於三賢菩薩的地位 四十歲 你一心不亂 就是發心菩薩 他真容貢 一日度下歐彌陀佛不間斷 這一點我們知道 所以 大慈悲流言 普思眾生 真實究竟利益 這種叫利益 是故 無量無數 無等 無變 世界諸佛 這樣就將所有 法界虛空界 一切諸佛殺土 一切諸佛如來 全都包括了 沒有一個不在裏面 佳共 稱讚 無量受法 所有功德 真 明白 這件事情 真正 理解到 阿彌陀佛這個飯門 對阿彌陀佛 對阿彌陀佛 不讚嘆 不得 而且阿彌陀佛這個飯門 不介紹給眾生不得 為何 介紹給眾生 凡是能相信 能犯願 原生西方 極樂世界各個成就 沒有一個漏到的 所以 凡夫往生 皆不退轉 而 地位高 齊是平等 同 保處菩薩平等 保處是後補佛 此乃 十方世界之所謀 是故 十方如來 釋共 稱讚 無量受法也 所以 十方諸佛 某一尊佛 吳讚嘆 阿彌陀佛 只有阿彌陀佛 發這個大願 那十方諸佛 佛佛至慰相同 神通相同 道力相同 用不需要再見一個 極樂世界 不用了 為何 自己這裏的學生 可教訓不到的 通通介紹去極樂世界 送到極樂世界成佛 那便對 所以 極樂世界 統治一切佛法 無論哪一尊佛 離不開這個名 無論哪個飯門 也離不開 極樂世界 到極樂世界 是佛法極 究竟 大圓滿 我們 要記住 這一生 絕對不要把這個機會放過 如果放過 那就真正大錯了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就學到這裏 我 不可以放過 我 會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